POWO大家好,我是RUN 今天我們要來製作在家裡就可以輕鬆製作的 激烂鍋餅 然後它的材料也是隨處都可以拿到 然後也非常簡單 我們就直接開始製作 今天的材料有 牛奶 水 細蝦糖 蛋 三顆蛋 我們開始製作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開始製作 其實水不能加太多 我們可以再加一點點的水 這大概就是今天能量 我們就等一下它就會變 煮到焦糖 那如果你喜歡苦一點可以再煮更久 我們等它焦色 倒進去之後大概就會變這樣 然後冒泡之後它就會開始 變成焦黃色 我們就繼續讓它煮背 要呈現這樣的話要注意 所以水絕對不能加太多 我們第一次做的時候其實加的有點多 所以 其實有點 不成功 這是第二次做了 所以是成功 現在已經煮製 五波色了 所以可以開始攪拌了 倒進自己覺得OK的容器就好了 OK我們製作下一步 夠夠 細蝦糖 然後開始攪拌 不用煮滾 煮到細蝦糖 融化為止就好了 這樣子 我不要高過液態的部分 然後攪拌 不用煮滾 煮到細蝦糖 融化為止就好了 現在開始就是攪拌這樣 差不多就好了 加入剛剛的牛奶 攪拌均勻 這樣差不多就完成了 但是還缺一個很關鍵的步驟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多餘的雜汁 攪拌均勻 OK這就是我們的布丁 把剛剛做好的布丁翻去 這是我們的雞蛋布丁 然後開小火 就可以先蓋一個鍋蓋 然後開小火 開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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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鐘過後了 15分鐘過後了 應該就好了 已經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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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